P4新增 P4删除 然后有四个 因为清单里面有四个 四栏 所以四个东西 做完之后类似长这样 也许就是 我把它放这边 那你可以放整齐 那就是P4删除 把它全部删掉 空的嘛 P4新增 这个P4新增是没有 就是里面是空的 那再来就是P4 筛选业务 那我P4筛选业务呢 我也加上StateBot 所以这边也会出现 那P4财业别也会出现 筛选也会出现 那我刚刚讲过 其实当然你有几个做法 你可以每个都贴 其实我是把什么 把刚刚这三行程式 我刚刚加了这个 客户这个 总共是这一行 跟这一行 还有这一行 把它复制之后 贴上去 那个贴三次 贴完之后 记得把这边 D2改成它的栏 比如这个地方 复制这三行 复制之后 然后上去 把它贴到这边 它原来是一个Fall 贴上去 把它改成C2 然后这边改成B2 不过你会发现 它们其实长得都很像 如果说将来 你要把它变成共用的程序 那个共用程序 也许叫做P次筛选好了 那可是问题 这四个之间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的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1 这个 还有这个 不过这两个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哪一栏 这个指的是 清单里面的哪一栏 第二个是 它要查总表里面的 第几栏 其实就两个地方不一样而已 那如果说两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什么 写成一个 所谓的共用程序 那所谓的共用程序就是说 你可以把 假设我今天把这个 改写成共用程序 把其中一个 把它先做好一个 你当一个基础 然后怎么做呢 这边把它选起来 头跟尾 Ctrl C 移到最下面 贴上 贴上之后呢 也许叫做P次筛选 业务 把业务拿掉 他就是P次筛选好了 不加什么名称 那只是说我今天需要 变更这个 跟这个 所以 当那个 另外一个程序 他呼叫我的时候 必须要告诉我 两个东西 第一个 清单里面的第几栏 那我名称也许我取叫清单好了 然后 第二个逗点 必须告诉我哪一栏 栏位 哪一栏位 就总表里面栏位 那你如果你担心说 对方不知道说要传什么东西啦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s 清单的话 请你给我一个字串 你就打一个stream 请你告诉我一个字串 然后栏位的话s 你给我一个整数 int 你这边的话呢 给我一个整数 就int 好 这样的话 我就产生一个 P次筛选 清单 他会给你一个清单 那你把这个清单怎么样 来更新这个 A 那不过你A 不能直接这样放 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清单放在这边 空一格 and 所以他到时候如果给你A 那就是A2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把它直接贴过 A 有没有 那这个栏位 他如果给你第三 那你就用这个栏位 去带到哪里呢 带到这里 OK 好 这样就写完一个 所谓的共用程序 这个叫共用程序 共用程序跟一般的程序 最大不一样是 后面 有传递 参数 OK 那我怎么呼叫他呢 很简单 你就直接 把刚刚的那个 P次筛选 业务好了 你看这每个都一样 那就把这个 把它 删掉中间的部分 然后呢 就打一个什么 call 是call什么呢 call p次筛选 前刮弧 有没有发现 那因为 我会有个提示 清单 请你给我一个string 四串 不过 最好是还是比较多一点 也许你注解多一点 不然有时候清单 搞不清 因为我知道 这应该是要给A 所以记得要给一个字串 前后双引 它要包夹起来 逗点 那你会发现 逗点之后 它会要第二个 栏位 第三栏 后刮弧 好 写完了 那底下呢 一样 把这一边这个拿掉了 这个就感觉好像太琐碎了 delete 掉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delete 掉 这个都不用了 那这边把这个拿到这边来 那这边改成什么 也是批示筛选 把它改成B 这边是查4对吧 那必须筛选产品 那一样把这边的delete 掉 然后把它扣到这边来 批示筛选什么 一样 然后这边改成C 这边改成 对 应该5了 没错 客户的话呢 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边一样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然后呢 把这边拿过来 复制按Ctrl键 这边改成D 这边改成12 好 写完了 有没有突然发现 豁然开了一点 对 因为刚刚都同样的东西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 就是会有很多重复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记得用那个什么 共用 这个东西叫做 共用程序 共用的 跟谁共用 跟这个四个程序共用 有没有 那它其实只要变更 不过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那个前提是 你大部分都一样 共用的部分都一样 只有差别在 可能两个地方 或者三个地方 不要太多啦 你不要四五个 七八个 那干脆你独立 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不然的话 也会太复杂 所以像这一题是刚刚好 它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做完之后呢 好 那我们来试 不过因为写完之后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一样 所以刚刚同学 既然养成好习惯 设个中断点吧 因为说真的 我也不敢保证 我写完到底对不对 像刚刚就马上被同学纠正 我刚少打了一个灯 不过这常有的事情 真的常有的事情 说真的要把这东西练到熟练 脑袋里面要装多少东西 无法估算的 人脑其实毕竟还是人脑 它不是电脑 尤其你塞了太多层次嘛 你会越来越疲倦 因为那些东西 尤其是不是你的东西 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真的会很容易觉得很累 所以最好的方案就是说 你去理解它 你懂了之后 你就不用背了 所以很多东西 我都是因为 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流程了 那我很知道说 我到底要做什么 不然说真的 这这么复杂 我哪会记得那么多 那你要很顺的 所以最尽量就是那个流程 你要是自己顺过 你觉得这个是流畅的 OK好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按一下P字筛选业务 那因为我设中断点 所以我们按F8 有没有 它跳过来了 那会把A传给清单 所以清单就接到A 它会把3传给栏位 传过来 OK好 然后呢 其他就会先 就删掉旧的嘛 那删掉 OK然后再回来 游标放在第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它A嘛 所以A2 所以串接在一起 那再来的话 R 抓到R R的话是7 所以减掉 OK更新一下 6个没错 所以基本上 后面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就把它执行过 OK所以你会发现 没有问题了 那其他应该也没问题了 我试一下 其他应该P字筛选客户看看 客户把D抓过来 OK那这个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过 那执行 诶 有没有底下155 而且进度 跟着跑 诶 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而且会会动了 那所以这个 如果确定没有问题了 那我就把这个中断点记得拿掉 不然每次都会 你按下去 它要停一下 那你又要再按 其实麻烦 所以确定没有问题了 那再把中断点取消掉 那我们再跑跑看 基本上如果没问题 诶 就开始了 诶 没问题 诶 哦 感觉好像越来越顺畅 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以后 利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呢 也不只是这样 也许你将来可以再配合 就是你要的条件 进一步的做 甚至可以配合什么 你的报表输出 因为你一下子 可以产生很多报表 然后自动呢 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 感觉自动让它去列印出去就好了 那这样一键 不就是可以把你所有的报表 全部都输出了 多好 所以以后你按按钮 你的事情就解决了 OK 所以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我刚刚做的事情 其实主要 就是加一个共用的方法 那共用方法里面 就是我先把批示筛选业务 复制一个 然后把业务两个字删掉 在后面加这个东西 跟它要清单跟栏位 那把清单放在这边 把栏 它在这边 栏位放在这个地方 传过来 再去变动这个 OK 它就结果 其他的部分 在这里也有 其实就是这 这四个嘛 共用程序呢 是放在这一段 OK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一段 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 你可以拿这个来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从这个地方 假如你将来 会有重复使用的 那个部分的程式 那你就可以记得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传递 一个参数 就两个参数了 特别是你执行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是 共用程序的话 你就不能按执行 因为它的执行时间点 是被呼叫之后 它才可以执行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要执行它的话 它不会动 OK 所以这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共用程序 是 fash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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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